在2007年的3月 一位列车员正驾驶着火车 行驶在区王雅各布斯西的路上 火车慢慢地行驶 而在铁轨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 让他们惧怕的东西 既然是一个若隐若现的鬼影 在铁轨上穿梭 并且有许多人都印证了 这视频的真实性 据说这条铁轨位于 澳洲的巴罗沙境内 是一条经常出问题的铁轨 在18世纪 这条铁轨发生了最严重的事故 火车直接拖轨飞了出去 造成了许多人员的伤亡 并且在这条铁轨上看到鬼魂 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为当地人说 这种事情非常的普遍 他们甚至认为 这条铁轨有问题 都是鬼魂们造成的 一名卡车司机在夜间 行驶到了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条公路上 而在他前方不远的路边 有一个人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 据司机描述 那是一个浑身惨白的女孩 据这名司机描述 他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 也被吓了一跳 这女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恶作剧吗 或者 因为屋主在下班以后 就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家 此时天色已黑 但是在灰暗的光线下 屋主还是发现 好像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自己 屋主没干过去 这样也是正确的做法 但这会是什么呢 怎么感觉像是 家人的恶作剧呢 在2007年的7月 几名小伙子在家中休息 据他们说 他们在闲聊的时候 拍到了一种 当地的神秘生物 直播 你不在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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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小伙子们说 他们拍的东西应该是昆迪拉娜 是东南亚民间传说中的白衣女鬼 她经常被描述为吸血鬼 或者是复仇的幽灵 昆迪拉娜在传说中 身穿一袭白衣 长发落地 她引用毫无戒心的男人 煽动恐惧 并实施报复 而他们拍到的这位 的确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 还记得上一期 弗安哥探索的墓地吗 他在那里拍到了 鬼魂行走的画面 而这一次 他要继续探索 这栋墓地剩余的部分 可是在探索的途中 又有一个鬼魂 出现在了他的镜头里 这边是非常温暖地的地方 这边是非常温暖地的地方 而且... 这就是那地方 但仍然没有信息 什么是那种? 但仍然没有信息 什么是那种? 什么是那种? 我的温宅 这根本就是这地方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 那看起来就在这边 有些人在干净 归婚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刚冒头就躲起来了呢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大七电影的博主探索了一间闹舞的学校 并且在学校拍照的时候 还拍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这一次他们将再去仔细地调查一下这里 看看是否能找到 那黑色影子的蛛丝马迹 那我们先去那些机械里的问题 等一等一等 不可能 是吧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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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线索的博主也有点萌 难道是刚才看错了 不不不一定没看错 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为了能解决自己的困扰 博主再次来到了那个 之前拍到黑影的地方 今夜我转她的认章 今天与起来 这个戏居住场 空下的日子 那么这些人 就绝了 这些人 博主再次 相当的 了解 偶然 远未来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何にももっと 何ももっと 何もっと 一张脸 从桌子底下 钻了出来 看来博主真的找到了他 不过博主可没什么心情 和他闲聊了 一名市长办公室的安保人员 万万想不到 自己在今夜会被袭击 并且袭击他的并不是匪徒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集集安保人员的到底是谁呢 鬼魂吗 当然了 也有观众猜测 这名安保人员可能只是喝醉了 在2023年的五月 黑次郎频道的博主 受到了一位旅馆老板的邀请 据老板说 他在几年前 想结束自己的打工生涯 找一门生意 来自己做一做 后来他物色到了一家 正在出队的旅馆 他发现旅馆的生意还不错 就把他给盘了下来 自己做起了这家旅馆的老板 但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他噩梦的开始 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 他发现 这旅馆很不正常啊 怎么老是在半夜 听到女人的哭声呢 甚至到后来 他还经常会看到一些 朦胧的影子 这下他可坐不住了 他请求博主的团队 来帮助他验证一下 自己的猜想 这里真的闹鬼吗 我们先来看看 老板自己拍到的画面 接下来就看博主的了 接下来就看博主的了 他会很正常 博主这边遭遇了一些小状况 奇怪的脚步声 汉门的移动 但与此同时 博主安方的固定摄像机那边 也出了状况 直到最后 博主们也没亲眼见到 老板说的鬼影 但是他们通过摄像机 却找到了这个 这会是什么呢 普通的灰尘吗 但灰尘有这么大吗 好吧 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跟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是飞鸿禁地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一起探索这个 未知的世界 黎明将至 我们午夜再见 请不吝点赞票 不是